常常排隊人龍 都是想要來看這 創意十足的顛倒屋展 只是要進去 可得先有耐心 我們從台中 排隊排多久 排了大概 快一個小時 都很排隊 還是想看 不管是客廳沙發 還是餐桌 統統都是顛倒的 源自歐洲的創意 台灣的設計團隊 花了兩年時間策劃 才把這顛倒屋給蓋出來 民眾進來當然就是要拍照 1 2 3 維持參觀品質 每次進場只有250人 一次停留時間40分鐘來算 平日下來 一天進場人數有1500個人 到了假日1800人已經是緊繃 但是大家還是買票排隊 等著參觀 主辦單位趕緊加開 新光場應應 我們新光場就從6點半開始 然後到9點最後進場 9點半閉館 那歡迎大家 如果白天覺得人太多 或太熱的話 新光場也有很不一樣的氛圍 不一樣的感覺 主辦單位也提醒 下午2點到5點 是參觀尖峰時刻 想要有比較好的參觀品質 可以錯開時間 新光場可以多加利用 記者郭先生郭林倩 台北報導